上节课呢 我们把复文本渲染 我们去实现了一下 这节课我们来实现一下我们的评论 在我们点击下方 谈谈你的看法这个区域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会弹出一个输入框 然后去输入一下我们的评论 最后发送 然后呢 把我们的评论上传到数据库中 在我们的详情最下面呢 应该会有一个最新评论在这里展示 我们只是展示最新的十条评论 因为目前我们的数据里面呢 是没有评论的 所以我们先做发布评论 我们先添加几条评论之后呢 我们再去做评论的一个显示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在做评论之前呢 我们需要使用到一个组件 就是一个popup的组件 我们去点击这里的时候 应该会弹出一个弹层 弹层里面呢 我们去输入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弹层长什么样子 应该是下面 这个区域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弹层 弹层呢 最上面有一个标题栏 标题栏左侧呢 是一个取消 右侧是发布 然后中间呢 我们可以去输入我们的评论内容 我们给它了一个长度限制 限制的是200 前面呢 会根据我们输入的内容长度 我们去实时的显示 当前我们输入了多少个字 我们这节课呢 把这些内容去给它实现一下 那么我们的popup组件呢 我已经给它引好了 同学们直接去下载我的代码 或者呢 去插天市场里面 找到popup的组件 popup的组件 依赖呢 一个tress神的 一个动画的组件 我们需要拷贝这两个组件 我们才能够使用 那么它怎么用呢 回到我们的home detail里面 我们在最下面 我们去引入一个popup 我们的type呢 我们指定一个bottom 我们从底部让它弹出 然后里面我们去给它插入一些内容 我们叫will popup wav 我们先随便写一点内容 叫弹层 那么我们怎么去触发 我们的popup呢 首先我们应该去给它 添加一个ref 在上面 去指定一下 我们当前组件的一个节点 我们就给它一个ref 叫popup ref呢 可以获取我们当前组件的一个节点信息 我们可以对它呢 去进行一些操作 不过呢 我们的ref 只能保动到我们的自定义组件上面 像我们的will 这些原生组件呢 我们是使用不了ref的 这一点跟will 还是有些区别的 同学们应该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popup 我们去指定完之后 我们先在unload里面 我们this.$ref 然后呢 popup.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拿到我们当前自定义组件的一个实例 然后我们可以去使用popup组件里面的一些方法 它给我们指定了一个open的方法 open呢 可以去打开我们的弹出层 我们保存一下 这里呢 会给我们有一个报错 说我们的open of undefined 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unload的这个时机呢 我们的自定义组件其实还没有渲染完成 我们的这些节点呢 其实都没有渲染完 我们实际上是找不到我们的unin popup 这个组件的 那么如果我们想再开始就把它弹出来呢 我们使用一个unready unready呢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页面渲染已经完毕之后 我们再去使用popup 现在我们保存一下 回到页面里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弹出层其实是已经弹出来了 弹出来之后呢 其实我们里面是没有任何样式的 样式需要我们去自己指定 我们把它样式 按照这个形式呢 我们去给它实现一下 回到代码里面 首先在最上面会有一个导航 导航呢 左侧会有一个取消的按钮 那么右侧呢 我们应该叫发布 我们去给它绑定一些样式 我们在这个vill上面 第一个vill 我们叫popup-header 然后下面两个文字呢 我们给它指定一个 叫popup-header item 同样呢 下面我们给它写个一样的类名 跟它同级的一个元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popup的一个内容 我们叫popup-content 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给它放一个text area 我们要放一个多行的文本 我们给它指定一个placeholder 叫请输入 评论 内容 同时呢 我们去给它限制一下 它的一个max length 我们给它限制长度 长度呢 我们就给它写个200就可以 因为我们的这个元素呢 它会有一个flux的一个定位 所以我们在text area上面呢 我们应该加一个fixed 如果text area是在一个positionfixed的区域呢 需要显示指定属性fixed为true 那我们就把这个属性呢 去给它加上 我们其实不用写 我们只要把属性加上 它就是一个true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类名 类名叫什么呢 popup text area 那么下面是不是有一个计数呢 计数我们也给它写上 是0-200 然后我们也给它一个类 我们叫popup count 这样的话 我们的布局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的样式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我们去给它把样式去给它写起来 那么首先我们去实现popup 我们回到最下面 我们把其他的给它折叠一下 那么直接在这里呢 去定义我们的样式 我们先给它一个白色的背景 因为现在是透明的嘛 所以先给它一个白色的背景 白色的背景之后呢 我们去把我们的header 我们去给它定义一下 header呢 首先我们给它一个display flex的布局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左右对齐 space 然后指定它的一个字体大小 我们给它一个是4px 然后呢 color color我们就使用666 颜色定义完了之后呢 我们下面要有一个body bottom 有一个epx 进行f5 f5 f5 solid的一个实现 现在我们header定义完了 然后去把它的子元素 我们的取消跟发布的文字 我们再去给它设置一个样式 叫popup header at 然后它的高度是多少呢 高度我们给它一个50px 然后呢 给它lan hat 我们也是指定一个50 然后pudding 我们上下是0 左右呢 是15px 这样的话 可以去扩大我们的一个点击区域 我们来保存一下 看一下我们上面的内容 这样后我们上面就已经布局好了 然后是把下面的内容呢 我们去给它处理一下 下边的内容怎么处理呢 跟我们的header同一级的 有一个叫popup content 然后宽度呢 我们指定一个100% pudding 我们上下左以后 我们全给它指定一个15px 然后box sizing 我们让它是boulder box 那么去把我们的多行输入的一个文本框 我们去给它定义一下 叫text error 它的样式是什么呢 我们先让它宽度 是一个100% 然后我们显示的给它一个200px的高度 最后就是我们计数的一个文字 我们是popup content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display flex 然后呢 我们让它又对齐 那么就flexend 字体大小呢 我们给它指定一个12px 颜色 我们就是0999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发布的一个布局 我们就已经给它布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布局呢 大概其就是长这样的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里面的内容 我们给它随便输入一些内容 我们需要在输入内容的时候呢 123 我们下面的0呢 会跟着改变 所以我们需要去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我们首先在text error上面 在这里 我们把value呢 去给它改成一个vega mode 让它有一个双向绑定的一个效果 它的值呢 我们叫common value 然后去dat里面去把这个值 我们给它定义一下 我们去加一个备注 输入 框的值 那么我们怎么去表示这个值呢 我们直接在这里 把0替换成 common value dat length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输入123 同时呢 可以看到下面 会跟着我们一直去变化 那我们随便多打一些内容 我们随便输入就可以 我们输入到200 看能不能停止 我们随便输入 那到200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输入不了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的 一个双向绑定的一个实现 那么这节课 我们把它的布局实现了之后呢 我们去把取消跟发布 我们去写一下 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呢 我们的popup肯定是不显示的 肯定不在这里显示 所以我们应该去绑定在哪里呢 我们要给我们的谈谈你的看法 在这上面呢 我们去给它绑定一个click实践 实践呢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opencommon 然后我们去我们的master里面 我们去给它注册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直接把它拿过来 这样的话 我们当去点击下面这个区域的时候 会给我们打开一个popup 我们叫打开评论 发布窗口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那我们刷新完页面之后呢 我们点击下面的区域 会给我们弹出一个popup 然后点击取消的时候呢 这个输入框应该会消失掉 那么消失的话 我们取消 我们需要给它绑定一个事件 add click 取消呢 我们就叫close 我们去绑定事件 事件是什么呢 它既然有一个open的事件 那么肯定的它会有一个close 去给我们把这个窗口呢 去给它关闭掉 我们直接popup there close 就可以了 试一下 我们点击 打开之后呢 点击取消 我们可以关闭 但是现在呢 我们去点击我们的遮罩 它还是会给我们关闭这个窗口的 我们不需要点击遮罩的时候关闭 我们就在popup上面给它去定义一个值 在这里 我们有一个mask click 蒙版点击是否关闭摊窗 我们就给它一个force就可以 这样呢 我们再去点击 我们的窗口就已经关闭不了了 然后去做一个发布的按钮 发布呢 我们去给它绑定一个时间 叫什么呢 我们叫submit 一个提交 发布我们去给它定义一下 我们在这里叫 发布 上面呢 是关闭坦窗 那么发布 我们暂时呢 先给它打个log 我们叫发布 同时在发布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去关闭呢 发布成功之后 我们会把窗口给它关闭掉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发布窗口的布局和一些功能 我们就暂时去给它实现了 我们点击发布 可以显示一个发布 然后点开呢 我们也可以取消 那这就是我们发布的弹窗的一个静态实现 我们在下一节课 我们去把我们的功能去给它实现一下 Nick Sounds 好 包括 静音机